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二的深夜 歐冠聯第二圈首回合賽事打響 到時波道基林特將率先坐陣主場迎戰列加斯 波道基林特近期贏多輸少 兼且剛剛取得一場大勝 而列加斯最近亦處於連勝之中 彼此狀態都相當理想 雙方今次相遇一番惡鬥在所難免 雖然波道基林特從第二圈才剛剛加入戰團 但由於羅超正如火如途地進行 因此球隊時刻保持戰備狀態 波道基林特實力不容輕視 今季羅超十六輪戰敗 他們省了十一勝三敗兩副的佳職 目前積36分穩居積分榜首位 競爭力之強可見一班更為喜人的是 波道基林特堪稱攻守區階 他們聯賽至今寬場能夠攻入2.25球 自失0.81球 攻守演出冠絕羅超群雄 其中攻擊手拍得列輩子 金像表現尤為值得關注 因他最近四輪聯賽有三場取得入球 當中環上演過梅開二度的好戲 狀態正階的他們金像顯然是 列加斯後防線的深幅大幻 但需要留意的是 這次對手列加斯近期處於連勝之中 狀態十分出色 而且勾戰一向沒有藥類 因此波道基林特金像環需要嚴陣以待 列加斯上一圈表現十分出彩 他們兩回合以7-0的總比分大炒 賴印從而強勢進級 第二圈匯斯 波道基林特 儘管在名氣方面不及波道基林特 但列加斯並非善男順女 他們已經連續多場賽事未曾敗職 兼且處於連勝之中 在最近六場比賽中 球隊不僅大獲全勝 而且期間攻守兼備 球數得失球比達到23比3 此等戰鬥力足以另一眾對手為之忌憚 再往前看 列加斯其實已經連續14場賽事 保持不敗 兼且贏了13場之多 他們對上一次輸球已經要追溯至5月份 可見目前處於最佳狀態的列加斯 確實有叫板對手的遞氣 多謝收聽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拜託 約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